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军演 感受中国力量带给世界的震撼 1981年 解放军陆军和空军在华北基地迅速集结 随着演习开始的信号弹升空 抛兵部队飞速赶向阵地 空军部队也准备起飞 殲-7战斗机在轰鸣声中驶向蓝天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空军部队首次大规模亮相 这次军演中 共抽掉了475架战斗机 彰显我国的空中力量 就是为了告诉蠢蠢欲动的豺狼 我们再也不是那个一群二白的中国了 任何国家胆敢挑衅我国 必将遭到蓝天卫视的猛烈反击 陆军的钢铁洪流 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演习场上消音弥漫 从空中望去 坦克部队肆意驰骋在演习场上 如此阵仗让西方国家惊躯不已 接下来 炮兵部队大显神威 用金氏骇俗的表现震惊世界 接下来 军队开始展示强大的空降能力 运输机所到之处 一朵朵散花在空中绽放 这种急速运送物资的方式 在现代战争中颇有奇效 地面坦克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 厚重的装甲 就算受到炮击也安然无恙 隐藏许久的空中轰炸机登场 在轰鸣声中开始投弹 一场精彩的地空对决随之上演 歼旗战斗机在空中不断向地面发起进攻 地面的防空部队一炮接着一炮 展示了新中国极强的地空作战能力 直升机部队从低空掠过 卢旋讲的轰鸣声在诉说特种作战部队的威名 我们不仅能使用直升机完成深入敌后的空降任务 还能完成从天而降的特种散兵作战任务 放眼望去 空中是密密麻麻的散花 每一个空降兵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特殊人才 他们能在降落后的第一时间完成进入战斗状态 随后登场的是一支特殊的合成军队 他们视如破竹无往不利 战士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前方猛烈冲锋 战士进入战场前线之后 就像是脱江的野马 他们汉部为死勇猛直前 面对急速前进的坦克 一发反坦克炮正中要害攻城身退 火箭炮部队万炮齐发的场面震慑海外 这种震撼的场面就算放在惊天也能惊呆众人 战斗机部队从空中呼啸而过 对地面发起猛烈的轰炸 和空中战斗相比 地面上的角逐更加惊艳 陆军协同作战 解放军和坦克部队共同出击 在消音弥漫的战场上奋勇前进 这就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谁能想象 如果这样英勇的战士登上战场 一定会让敌人闻风丧胆 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战士在冲杀声中继续前进 不管什么样的敌人 听到这样的喊杀声都将要被吓破胆 从空中望去 虽然这是一场演习 但如此这番场面和真实的战场相差无几 我相信如果他们登上真正的战场 也能所向披靡奋勇杀敌 把敌人当作小纪念 有这样的军队 放眼整个世界 到底有谁能和我们争锋 当这场震惊世界的军演结束 参加演习的队伍 集结一起战士 组成整齐划一的方阵 让蠢蠢欲动的豺狼为之胆寒 这场军演 就是在这样威武雄壮的队列中 落下帷幕